兩年前我決定要離開台灣到國外生活 那現在已經在國外生活一陣子了 有很多台灣獨有的好夯 現在失去了才知道珍惜 人就是這麼 犯賤 哈囉大家好我是Gail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現在大家也知道我生活在泰國已經兩年多了嘛 那剛來到泰國的時候其實我還蠻喜歡這裡的 現在還是很喜歡了 但是我發現有一些台灣獨有的好康 這邊好難找得到 有很多我們在台灣生活當作理所當然的事 在國外竟然這麼少見 所以今天我想要拍一個影片給你們分享 這兩年我住在國外 懷念的一些台灣的一些好康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進入這個影片吧 第一點我超級超級懷念台灣的一個地方 就是台灣的交通 台灣的交通就是呢 超級方便的 而且呢台灣每天呢基本上都很少在塞車 好啦你們可能覺得說台灣還是有塞車 特別是當人潮很多的時候呢 就一定會有塞車嘛 但是呢台灣的塞車程度呢 你是沒有辦法跟這邊比的 泰國這邊的塞車呢是很可怕很可怕的 你知道嗎 當我跟還沒有來過泰國的人 分享泰國這邊塞車很可怕的時候 他們都覺得說 嗯還好啦就沒有什麼 但是呢他們來過泰國的時候呢 他們就 OMG這邊的塞車怎麼這麼可怕 就是塞幾個小時的那種塞喔 不是只有半個小時45分鐘 每天呢差不多如果在下班時間 你出門啊還是你要回家 基本上呢都塞到很可怕 所以呢要去哪裡之前呢都要先計劃好 沒有辦法說OK我現在想去呢 就可以馬上去然後呢就很快到 之前住在台北的時候呢 去哪裡都很快 搭捷運也很快啊 搭計程車也很快 去哪裡都很快 在這邊呢如果你錯過出門的時間 塞車一個多小時以上是很正常的 有時候呢你出去吃晚餐嘛 可能會想說七八點了已經沒有人了吧 七八點回家的時候 會覺得說大家都已經到家了 所以就不會有人跟你到那邊塞對不對 錯 這邊呢塞車時間呢 有可能呢會到晚上八九點都還在塞 所以如果你是半夜回家那種才會不塞 那接下來呢第二個我很懷念的一個地方呢 就是台灣的健保啦 我現在呢沒有健保的身份了 之前住在台灣呢生病看個醫生 掛號費只要幾百塊嘛對不對 好像一百多塊吧 那之前呢在台灣去牙醫洗牙也才幾百塊 然後住牙也是幾百塊 那在泰國這邊呢你生病去感冒了唷 看個醫生也要幾千塊 一千多塊洗跳啦 然後呢去牙醫洗牙也是 如果你去會講英文的地方呢 也是需要幾千塊的 然後住牙也是 如果住牙要補牙呢也是要幾千塊 我男朋友呢今年做了兩次的醫療檢查 就是全身的健康檢查 然後呢每次都花到兩萬塊以上 我記得之前在台灣我去做這個檢查的時候呢 只有一千多塊吧 那個時候呢是上大學前 然後不是都一定要做健康檢查嗎 那個時候我做的只有一千多塊 好像是在萬華 那現在來到這邊呢看到這個價格 看到這個醫療價格真的是很可怕 然後呢我相信如果你住在歐美的朋友呢 你一定能夠體會我講的這個感覺 就是原本在台灣只有花一點點錢 但是現在呢需要花很多的錢 才做到同樣的事 就覺得說 你的錢怎麼這麼壞 就不見了你知道嗎 如果這些是意外的話呢就更可怕了 還好呢我們有購買了一些私人的保險 所以呢保險後來有給付給我們 但是他給付的速度呢是很慢的 所以基本上呢那個錢都已經跪花掉了 所以... OK 第三個我很懷念台灣的一個地方呢 就是7-11跟全家 跟台灣的便利商店 就是到處都有 這邊7-11跟全家也是到處都有 但是呢沒有台灣那麼方便 台灣的便利商店呢基本上你走幾步就會有一個 你走幾步就會有一個 對不對連巷子裡面呢也會有7-11 因為台灣台北啦基本上呢哪裡都有住人 不是說巷子裡面呢就有很少人對不對 但是在這邊呢只有大馬路喔 才會有7-11 如果你走到巷子裡面呢基本上是沒有了 所以住在巷子裡面的人呢 你想要去7-11的話呢 你還是需要走路一段時間 5-10分鐘是很正常的 而且這邊呢走路很熱 而且也沒有規劃專用的行人道啊 所以你走路起來是很吃力 有時候呢你就想說我要不要去7-11買個飲料 結果你想要走路5-10分鐘 你就會覺得說算了不去了 每天都這樣子 台灣的7-11呢就是方便很多 那就是我特別的是宅配電道店 這邊呢基本上是沒有那個服務 這邊呢在線上買東西呢 它是直接送到你家 而且呢這邊的每一棟condo啊 就每一棟住宅 它的管理員呢 他都會幫你收包裹 所以他沒有寄電道店的這個服務 但是很懷念很懷念台灣電道店的 因為就是很方便 有時候你寄東西 你不需要跑到郵局你知道嗎 你就只要到7-11去寄就好了 那就方便很多 接下來第四個很懷念台灣的一個地方呢 就是到處都有吃的 台灣呢在一條街上呢 都會有好幾個小吃店 有的好吃有的不好吃 你就去選你喜歡吃的嘛 因為每個人的喜好都不一樣 有些人喜歡吃這個 有些人喜歡吃那個 你就有很多的東西可以去選擇 一條街上面有很多很多東西 我記得我之前住在台灣的時候 樓下呢就有冷水機啊 有炸機啊有飲料啊 還有一大堆小吃店 而且在這邊呢 除非你住在市中心 還是說你住在觀光景點附近 才會有這麼多東西吃 如果你住在郊區 不用說郊區啦 只要是離市中心稍微往外一點 而且不是大馬路的話呢 有時候還蠻難找到東西吃的 像我住的這裡呢 就是比較少東西吃 特別是如果你在晚上七八點以後 想要吃東西呢 你都要去遠一點的地方 才會有附近的基本上 是沒有在賣什麼東西了 我覺得這一點也是 一個好處也是一個壞處 好處就是呢 你不會一直被誘惑 因為在台灣之前呢 我不想吃雞排 但是雞排就特別好吃了 那個味道特別香有沒有 你每次經過呢 就會一直想要去買 那現在呢 買比較難一點 所以呢 你吃也會比較少一點 OK 接下來第五個 我很懷念台灣的一個地方呢 其實這一點呢 是我最懷念 最懷念台灣的地方 就是台灣大部分的地方呢 對動物很友善 不管是餐廳 還是說公園 對動物呢 都蠻友善的 我先講關於計程車的部分 好了 在這邊呢 因為計程車呢 如果你有寵物的話呢 大部分的計程車司機 他是不會載你的 而且我的科技也沒有很大嘛 你看喔 我的科技也沒有很大嘛 就是小小一隻中型犬 這也沒有很可怕對不對 你看他們的臉哪裡可怕了 但是呢 計程車司機呢 一到呢 他們就很驚恐的臉 然後跟我說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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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很誇張的那一種 他們就不會去載你 然後有時候呢 你去打電話給建車 然後你跟他說 欸我有寵物 你可不可以載 他們呢 就是直接掛掉那一種 他們就說不要掛掉 就是很兇 然後這邊呢 有很多的餐廳呢 他不給你帶狗進去 即使戶外餐廳也是 在台灣呢 是比較好一點 台灣呢很多戶外餐廳 你都可以帶狗去嘛 然後這邊有一點很扯的地方 就是公園不能帶狗 公園不能溜狗 就是我覺得我們人類是一個很奇怪的動物 我們從大自然搶了一塊地 然後呢 把它建造成大自然的感覺 然後呢 不允許其他動物去使用 只有人類才可以使用 我就覺得那很奇怪 這邊呢 基本上很多的公園 大部分的公園 是不能溜狗的 只能去蛋捕 之前在台灣生活的時候呢 我是住在大湖公園附近 然後如果你有去過大湖公園的話 你就知道那裡很好溜狗 然後所以呢 Karen 才會被我練得很壯很壯 我們每天呢 就是溜一個小時 一個散步一個小時喔 每天喔 然後他現在就很壯 全部都是雞肉 然後另外一支咖啡呢 因為在這邊比較難散步一點 所以呢 他是比較沒有那麼壯 可以看得出差別 接下來第六點 我很懷念台灣的另外一個地方呢 就是在台灣很容易散步跟很容易騎腳踏車 在台北 如果你想要去哪裡 如果他只有距離結合一兩站的話呢 你就會想要去走路嘛 有時候會覺得說 好我用走好的健康 你可能走十五分鐘 二十分鐘就到了 頂多二十分鐘嘛 對不對 那在這邊呢 走路基本上沒有人在走的 因為天氣很熱 而且我剛剛有講過 行人道呢 是沒有規劃專用的行人道 所以他是凸凸凹凹凹凸凸的走路起來 還蠻吃力的 而且呢 這邊也沒有專用的單車道 跟沒有專用的機車道 所以基本上呢 你騎腳踏車在路上呢 很可怕 這邊所有的車道呢 都是給汽車使用 如果你騎單車或是騎機車的話 你需要鑽來鑽去鑽來鑽去 很可怕的 所以這點還蠻懷念的 之前如果我想要多多做一點油氧啊 運動啊 我就會騎腳踏車或是散步 但是在這邊呢 只能散步 但是在炎熱的天氣下去散步 接下來第七點呢 就是台灣的辦事速度 在台灣公式的辦事速度 是蠻快的大部分 應該也會有例外 大部分呢是還蠻快的 比如說像是你身份證不見嘛 你去護身事務所 他很快的就給你辦了一個新的身份證 而且很快啊 幾分鐘 有時候 好啦半小時到一個小時嘛 在這邊呢 不可能的 你要辦什麼 基本上都要耗一整天的時間 我之前不是跟你們分享過 我來到泰國的時候呢 是用學生簽證 學生簽證呢 需要每30天到90天去報到一次嘛 對不對 然後報到呢 需要花一整天的時間 他們做事呢 就是比較慢一點 可能會聊天啊 他們可能會比較放鬆啊 吃零食啊 但是沒有在做事 做事呢會比較慢一點 oh my god 我貼了這個影片 等一下會不會呢 他們下一次我去移民署的時候 他們就認得我的臉 就是他 他說我們很懶 對 但是在台灣的辦事速度呢 需要比較快一點 如果你是住歐洲的朋友呢 你可能也能夠體會這種感覺 可能你能夠體會的這個感覺 會比我更甚 因為我知道呢 在歐洲的人 辦事的速度 會比泰國這邊更快 所以 yeah 接下來呢 最後一點了 最後一點 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 台灣的火鍋 oh my god 我覺得呢 全世界最好吃的火鍋 是在 台灣 oh my god 我這樣說等一下 會不會有很多國家的人 在攻擊我 anyway 這是我自己的個人意見 ok 我是覺得說 台灣的火鍋很好吃 不管是 你的價位是怎麼樣 你的價位是100多塊 還是到幾千塊的 都有 而且都好吃 不是說幾百塊的 就不好吃 我記得之前呢 在我家附近有個臭臭鍋子 有130塊 一鍋 那個也很好吃 然後在中校復興那一帶 也有幾千塊的火鍋 那個超好吃 在泰國這邊呢 火鍋 它的肉呢 是ok啦 有的肉還蠻好吃的 這邊的肉是ok的 但是這邊的那個湯頭 跟那個醬啊 是沒有辦法跟台灣比 其實有時候吃了 你覺得說 喔還蠻好吃的 但是 那個感覺就是不對 然後你就很想念台灣的火鍋 因為台灣那個 比如說那個單獨的個人鍋 oh my god 超好吃 然後呢 那個 我在中校復興有一個叫肉老大 那個肉老大也超好吃的 oh my god 那在 在這邊呢 我現在每次想到台灣的火鍋呢 就會 好想飛回去 吃火鍋 然後飛回來 呵呵 ok 我們今天這個影片到這邊 我只是想要跟你們分享一下呢 我住在國外兩年 懷念台灣的哪一些地方 然後如果你也住在國外的人呢 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你懷念台灣的哪一個地方 好嗎? ok 那我們今天這個影片到這邊 記得訂閱頻道 每週二週四呢都會上傳新的影片喔 然後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